三 二 一 生活没有剧本 开心无需台词 各位好 我是罗希 欢迎大家来渡游三群儿童水饺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心俱乐部 开心俱乐部 每期邀请两组影视演员 通过与民间喜剧新人的世系 标系和彼此之间的对手系 完成即兴喜剧的挑战 又到了周六的晚上了 让我们一起来开心度过吧 出来了 出来了 厉害厉害厉害 现在我没那么确定了 要不咱们两个比比 你知道吗 在麦全城他们老家 像我这个岁数 都当爸爸了 好多迷妹 你看 好多迷妹 你看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一名产生了 第二名 第三名 耶 好激励 我是第一吧 你是第一 这位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洪明浩 今天特别激动 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 获得第一名我特别开心 让我们一起攻击洪明浩 是的 很快 好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记录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快 快起来吧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用全民都在玩的 音乐短视频APP 抖音APP 记录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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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明浩 平常有玩抖音吗 抖音APP 我知道 一点开就 一直在抖 我身边的很多明星朋友都在玩 抖音 我知道 羊笔也是抖音的发生计划家 很棒 果然是我们的抖音达人 好 那让我们现在有请冠亚季军三组选手 一步到领奖台前 这是你的金牌 侯明浩 我们怎么这么累 我都 好 下面让我来做一下采访 季军的这位朋友你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次比赛 季军的这位朋友 看得出来一场马拉松跑下来很辛苦 看来都很可爱 谢谢 好暖 我们的冠军真的是体贴入位 亚军的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怎么了 保重痛 好好好 那肯定也是一场马拉松跑下来 非常的累 那我们来采访一下冠军 明浩 我想问一下 整场马拉松42公里跑下来 所有的拳手都已经累得不行了 为什么你现在感觉一点事都没有呢 刚刚跑过来还挺累的 但是拍完抖音我就不累了 忘了 我觉得是不是大家缺乏经验 因为我感觉还挺轻松的 大家都是第一次吧 应该 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 下次应该就会好很多了 没关系 明白了啊 果然是老将不一样啊 还有一个问题名号 这个是我最纳闷的 在临近终点的时候 你突然有跑步变成了散步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就是 瞧不起其他选手 觉得他们跑的太慢 然后故意羞辱他们呢 不是吧 我觉得 要有一种冠军的姿态 就是我要稳重一些 体现出我的风格 永远都有自己的风格 很厉害 很厉害 好的 请三位一步到我们的登奖台前 朋友们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我们的冠亚继军 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获得季军的是 马尔代夫 八天六夜 豪华双人游 获得亚军的朋友 他将会得到 豪华轿车一步 我们期待红明号的奖品 获得冠军的红明号 将要获得的是 精美跑步机一台 跑步机一台 让我们力度他跑出更好的程序 立马很尴尬 让我们有请冠军 为我们的季军和亚军颁奖 恭喜你 获得马尔代夫 八天六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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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行吗 给我吧 给我吧 我觉得 他反应真快 先进来 不要我要 不是 怎么回事 上来 来 弟弟 我说好把冠军让给大哥我吧 对 所以我已经穿这衫 我现在就是想让着你 谁知道你还跑怎么办 这不能怪我 兄弟们之间的话题 我们私下里 私下里再去讨论 好吧 我还是要进行我们的颁奖姿势 豪华小汽车 对 豪华小汽车 请冠军来为亚军颁奖 你不能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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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我 走 我打人了 找谁 我找 什么情况 打人 干嘛 这是 小伙子 就来 过来 就找你 来 我 对 我怎么样 你把费用给我结一下 我忘了你说什么费用 就是你打车过来的 你跑马拉松 你不是拦住的时候 你坐车里送到路口吗 咱们私聊 不是 你说你上厕所 让我车里等一会儿 这都不让我进来 你说快 不是 哥 跑马拉松你看 都像这这种 他都拦住了 我根本就出不去 我怎么可能打你的车呢 就拐弯25公里 你不都坐车来的吗 130 打表哥这这 后面好啊 哎呦我天呐 打车是不是应该取消资格呀 看来赛事有大反转 行了吧 先把钱给人家吧 不是要不这样吧 你把钱还人家 你多少钱 130 130 谁有钱啊 我觉得实际上 这跑马拉松谁上还带钱啊 要不我把这个给你 给你 我给你垫下 这个金子金子应该是值个 应该值个一两千年内 这值这这七八十 人生的三五十我不要他 有可能 那你要不要那你要不要那你要不要 那你要不要那你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 那要不要忙忙忙 忙忙 哈哈哈哈 哈哈 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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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明浩 法院好激进 好了 小帅哥 太帅了 哈喽 哈喽 我们特别开心 红明浩今天能来到我们这边 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 长江湖浪 太前浪了 前浪的 灵姐 前浪戴着帽子坐在那里 哎呀 这是在戏里是吗 哈哈哈 别闹了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二位嘉宾 好 是谁啊 谁又把天捅了 鼓励 行了 真下死手是吧 我就算倾家荡产 我认了 好 你们老师声音要分吗 多忙活的 小心哦 好 我先稍等 要减下麦个份 ready action 这儿 所有人都不能动哎 所有人都不能动 哈哈哈 又开始啊 王老师蒙了 这到底干什么呢这一般人 哈哈哈 这是设下 戴着耳机在干什么 这不是应该过去吗 别动 蒙了吗 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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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这么待着 啊 啊 真的换牌了 这是 哈哈哈 哎呀 哎 上哪儿去了 上哪儿去 你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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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家都 蛤蟆都这样你就这样啊 你干啥呢 我看到动的时候 等你半天了知不知道 你干啥呢 有人喊别动我就没敢动了 谁喊别动 我就 那边是不是导演 你知道喊那么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蒋介元同志 哎呀 时光荏苒哪 你看 现在距离2118年 还有一百天 我是穿越啊 这个就是一百年以后的故事 看了李乃文变成一百年以后的蒋介元 他会如何表现 咱们看一下 这一次 我们把开心博物馆 重新的打造成了一百年前 Miko奶茶屋的样子 哇 你看看这模型 是不是都特别的逼真 这都是蜡像吧 对对对 它们不仅特别的像人 而且 哎呀呀 干啥 不是我摸吗 这个动画也能拍得起吗 你不是像人的话 你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你看 它不光像人 还会像人一样呼吸砸眼睛 还真是 我还问你们 确实挺像的 哎 从家怎么过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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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距离2118年还有一百天 我坐飞船啊 哎 反应好快 我一百年以后 所以我们家有飞船 什么 这不我们家有飞船啊 这不人手一个吗 这没发烧 我怎么竟说虎话呢 飞船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飞船 现在不用飞船 看不看见这个 这什么呀 看不看见 只要我按一下按钮蹦一下 我就会瞬间移动到 我要想要去的地方 去看一下 啊 你这是回来了是吧 哎呀啊 我刚去趟巴黎 哎呦 给你带了小纪念品 哎呀 哇哦 那这这个那这你真是高科技啊 我跟你讲一般人我都不给的 其实我这也 哎呀 你这蹦一下我看看 你看啊 啊 哎呀 去哪呢 刚才我问了 你没交钱 我把那东西又还回去了 你看 要紧跟沈阳靖凯瑞的表演方法 哎呀你好 哎呀 哎呀这就是2017年奶茶屋的样子吗 这样把这个七地眼镜戴上 啊好 这里 就是开心博物馆 我们重新的打造成了 一百年前 密口奶茶屋的样子 原来这一百年前就有密口奶茶呀 是一百年前就这么高分啊 哎呦啊 那方大军看一看 让我们讲解员 为大家讲解一下 一百年前他们在干什么 是这样的啊 嗯 不光是一百年前了啊 嗯 一千年前 我们呢 有一个传统的节日 叫七夕节 嗯 哎 很多情果都会在这个七夕节 向自己心爱的女孩啊 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愿 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意 甚至有人会向他们求婚 求婚求婚 对求婚 求婚 这个呢就是他在向他喜欢的女孩求婚 你看玫瑰花象征爱情 戒指象征 永恒的爱情 哎 哎太浪漫了 哈哈哈 哇 那说得真好啊 我呀 手中有一个按钮 嗯 只要我一按这个按钮 这些模型就会情景再现 一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嗯嗯 那么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好啊 哎 嗯 亲爱的 亲爱的 我再不劈腿了 我再不劈腿了 就劝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哈哈哈 不劈腿 这已经是你说的第六十五次了 你这个人渣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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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这不是求婚呢 求饶呢这是 是求婚呢 但是求婚他得先求饶吧 对不对 明显这个男孩犯错误了 那他肯定想要要要要 经得这个女孩的原谅 然后才能继续求婚 但是一百年前的女孩脾气很大的 嗯 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原谅这个男孩的 嗯啊 哎 有甜蜜没有吵架 这就是生活 你看这就是生活 我还以为你讲错了 我们的票挺贵人的 谁能讲错呢 不会不会啊啊讲的多好 明白明白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懂了懂了 这样这么回事 咱们看下一个啊行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啊 下一个下一个啊 下一个下一个啊 哎呀 这个模型看起来啊 这个画面比较凶狠呢 嗯啊 对对对 这个模型一百年前他们在干什么 啊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绑匪 他在绑架一个女孩 嗯 没见没见 非常暴力的一个画面 我很气愤 看不看见 我们看一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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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亲爱的 虽然说密口牛乳茶好喝 但是咱也得慢着点啊 你看你满脸都是 我给你擦擦啊 赶紧省脑洞啊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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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会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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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 解释吗 不跟你解释吗 这咋钱呢 这哪是绑匪 对 我娘口子搞对象的 你看啊 你们只看到了这个事物的表面 像是搞对象了吧 特别像吧 嗯 但是 它就是绑匪 挺酱的 他不慌不忙的在那自己编着自己的故事 一百年前啊 他就有这个绑匪和绑架者互相会产生一种情愫 你知道吗 这叫什么呢 这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被绑架者 他有可能在特定的情景下 他爱上了绑架者 这位蒋天悦汉 他最大的特点是睁眼说下话 啊 我还认了 我 这说的是真的呀 真好 哈哈哈哈 非常愉快 非常非常愉快 这样吧 把钱结了好不好 行 好好好 来来来 把把手伸出来 五指张开 扫下马 扫上马啊 哎 一共是三千啊 三千 快快快快 哎呀喝 哎呀喝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 flu 哎呀这就太不认可 太不认也是 但这个蒋警员 嗯你看 你看我在您手下干这么长时间 你说是不是 把我费用也给一下 哇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 没什么反应呢 哈哈哈 莫阳 完了 怎么了 我这个传感器啊进水了 呀 完了你说 那那那 回头再拨吧 没事 我还要一个传感器 哈哈哈哈 隔着屏幕都闻到味儿了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私房钱 哎呦喂 哎 太智慧了啊 让他们看你啊 看不见 哇 哎呦 鑫鑫鑫 太智慧了这个了 太厉害了 我们去现场 我进来的时候啊 我感觉已经开始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家全定哪了 但是呢 咱们的助言老师们给了很多提示 然后按照他们的这种走向 就完成下去了 哎 哎呀 欢迎再来 哇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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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好玩啊 啊好玩 很过瘾 刚从那走过来的时候 哎呦我说哎 我说机器出问题了 然后后来就发现哎 你也加入了那个假人挑战这里面 是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人喊了一句别动 哎呀给我吓一跳 那我想就不能动呗 我说就一直不动啊 我听说林姐啊 刚刚有一位老师的电话掉了 没敢捡 是哪位导演 好像是 好的那么几位我们呢 现场其实有100名的观众 在同时观看我们的表演 开心俱乐部 每期的即兴演员 在世袭过程中 现场100名观众同步给出开心值 开心值较低的演员 将率先进入表戏环节 洪明浩获得的开心值是91分 而林乃文老师获得的开心值是90分 所以李老师您要先出场 好 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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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表戏环节中 两位嘉宾将分别乘坐开心大巴 前往表戏现场 真正的即兴挑战 这才刚刚开始 还有吃的 用手 好干净的乃文老师 好了 李乃文老师 您的准备时间有限 请在到达目的地前 完成妆发和剧本研读等 所有准备工作 我先看看人目介绍 好 嘉宾是村里的会计 热心上进 完了 哇哇哇 哈哈哈哈 这个会计有一点啊 它一定得是特别的乐意助人 喜欢帮村里的人解决各种事情 可以 这村里的公 fires 和战 професс 儿文老师 您的准备时间真的是有限 哦 金水村派 王胜利 接到村长通知 县里记者明日要来村里采访 来文老师 您已到达目的地 请下车开始你的标记 准备 准备 开始 哇这个场景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吗 对 是第一次看到是个 唇心大的 对 嗯 妈妈 你看 吃了三拳水饺营养满分 学英语完全不会累 哈哈哈 brother 这糊了不惯水 是 哪儿 弄屁屁屁的你 赶紧做赶紧做 看啥呢 英语单词呢 妈 我给你说点正事啊 啥点 你说 县里边呢刚才来通知了 明天下午派过来个记者 来看一下咱们村的这个村荣村茂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咱们怎么着也得禁个地主之仪 请人家吃个饭喝口酒啥的 对 对 我这行就过来跟你商量一下 你感觉 去谁家里边比较合适 去谁家呢 这样呗 咱妇女主任秀平家 您觉得呢 秀平家 对啊 你想 她做饭好吃啊 你吃过吧 对对对 还有她们家院子那些敞凉了 行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好不好 然后把这个东西 小糕点 也给人秀平拿回去 别让人白忙活 下午有一个化肥厂的招标会 我从那儿完事了之后 我直接去秀平家里边找你 好 咱们在那儿集合 好 行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了 那咱们就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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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雷特 啥意思 啥 你呀 你这英格雷是学的讲话 不是你 啥也不是 我给你声 你看 顿掌 不是你说这啥意思 你那文烛你浪点水那文烛 你这弄个干巴的 啥意思是憂雷将 行了 干正事儿去 秀屏家 好 走了 秀屏主任在家吗 你又不吃 干啥 就在你跟这一家 你跟我在这儿 没等着 等着 我还 我还 你弄了 怎么呢 我还还 弄了 怎么呀 秀屏主任 不是 不是 还不打了 不是 不是 别别别 秀屏主任 不不不 先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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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子够不着 你不是不是 要我 我 你真帅着 你真帅着 你别打我 没办法 你真帅着 行了 行了 这样在这儿 行了 好了 好了 干啥 好 停 停 干啥玩意儿 不是 干啥 我跟你说留不住啊 啥事儿啊 难怪了 今天有外人在 我给你留点面子好不好 你等外人走的啊 行 我也给你留点面子 好不好 不是 不是 行 干啥呀 干啥呀 干这儿欠 哎呀 你这两口子过日子 别别别 别别 别说不 不提 不提 我给你欠 不是欠 是我欠 我欠 他欠 我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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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他 上次我欠你那钱 我回头我还给你啊 哪是你帽子呀 一样 我给你脸了 你看打 打着老王爷 这身辣椒 你看你看啥你 这辣别打了 我这儿有正事儿 老王 我说正事儿啊 老王 你坐 不是 你这 没事吧 你留远点儿啊 没事 没事 我习惯了 带着他 没事 跟他就讲了也咯 不是 我就怀疑你 你来外面有人 人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呢 受评主人 那我都能 我都能给他保证 就是他肯定没人 你给我分析分析 我这段时间呢 我不去外面去了吗 打工啊 我真就怀疑 我看我这家里的变化 我就怀疑 有人对他 不是献殷勤呢 就是啊 你看这家里的东西 就天天又给他送礼 天天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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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天呐 你是不是以为 我没在家呢你啊 你看看 说你呢 老王 你是不是以为 我没在家呢 是 这要是个误会 你信不 你说啥误会 我听呢 这个礼还不是我送的 这是村里送的 全村的人民 送给 秀屏主任的 知道吗 你拉倒吧 你咋不说全线人 送的牛是 真真的是 你说在这儿 人都给你抓个正掌 我当初就有点 怀疑你 你知不知道 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解释不清楚了 留不住 我是不是跟你解释 我就是手 我就是手 咱就说老王 老王这张脸 你看看 你看我能看上他哪 你看看我能看上他哪 你说 你万一你俩就 把我手里都对上眼了 你 不可能 我就回应你俩有事 你知不知道 反不然 反不然跟你知不见 自己没人 行行 别别别 你不是 就有事了 怎么地吧 我还不过过这个 你看不见 哎呦 哎呦 我先喝了 这是我家 你赶紧给我撒开 我家 行不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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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在这儿呆着吧 我就不会呆着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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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哎呦 别让他打你了 不是 你听我的 这样 我就在这儿 赶紧解释 拿一个抽你 拿一个抽 直接抽 你别理他 我跟你说 他 他这人一上来 随你抽吧 他就往这儿一蹲 我跟你说 他就往这儿一蹲 你知道吧 这人欠抽 就前去让他蹲那儿 让他蹲那儿 来老王咱俩说正事 死我 我不坐这儿 你坐这儿 你坐这儿 不是咱 我站这儿说 我站这儿说 那个什么 你你你 你抽你的啊 说事 我有正事要跟你说 赶紧说 老王在吗 老王在这儿吗 冯太太哪儿来了呢 老王呢 我得过去了 老王在这儿呢 我扶你 站那儿 老王在哪儿呢 站那儿 哎呀 哎呀 老王我摸摸 是老王吗 我这眼神也不太好使了 我是老王吧 是老王 是老王 来来来 你赶紧坐 赶紧坐 老王 老王 你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刚到 我刚到 刚到什么刚到啊 我满坤去找你啊 我先开始去了那个 李漂亮家 你没在 我又去了张大美丽家 你还没在 我一向 秀萍家 果然在这儿呢 那个 你不是说 让我给秀萍 准备几盆花吗 我给你准备好了 就在我家呢 一会儿你过去拿这就行了 我给秀萍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 真会玩啊 整个花花草草的 我告诉你啊 你可得注意一点 他们家老刘心仙小 这事咱让他们家老刘知道了 那整个村都快不先了呀 不不不 行了 行了 我也没啥事 你别跟我说 我耳朵听不太清 不是 你得接 我走了啊 那行 我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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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过 新买的大狼狗啊 新买的大狼狗啊 大狼狗好啊 皮气好 能忍 行 我走了啊 走吧 走吧 赶紧走吧 我来一遍 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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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人看见了 这人看见了 解释不明白了 这人 解释不明白了 这人 你 你 不是 你 你不是 你 真有点过分了啊 你听我说啊 兄弟 你听我说 他眼瞎 你说啥你就信呐 你俩这啥子 这山蕊人 不是 啥子 解释解释 你俩这啥子 就有这山蕊人 你先听我说 修平 修平 你 你你 你配合一下我行不行 我配合 你赶紧解释去 小匪才不会配合你 对 想什么呢 想都别想 我不想让他 咱俩有事吗 我跟他说啥 他不听我 他不信我呀 不是 让我问你俩 话是咋回事 赶紧给他 你从头到尾 给他解释一下 你 你听着啊 我听着 明天下午 这个从城里啊 要来报社的记者 采访咱们村 你得给人吃点东西啊 招待人家一下嘛 然后我就跟村长建议说 到 修平主任家 他的手艺好 对不对 院子 你们家院子也贺量 然后呢 摆点花人显得漂亮 这样的话就招待人家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怎么我到这儿 而且我 听明白吗 对对对对 这个为啥是全村人 送给修平主任的呢 这是村长给我的 让我交给修平主任 就表示一下心意 这样呢让他做点好饭 做点好菜 招待一下记者 然后采访咱们村 就就这么简单的事 这事你明白了吗 这回 你明白了吗 你这样我小心眼里 干嘛 这回就干我 行行行行 这回就干我 不搭不搭 别啥 我今天老太太家 把花拿回来 行 去吧 咱们那个 去吧 好好一会儿 咱们合去合去 到时候咱们 咱们招待人家 行吧 去吧 行 本职个人你 将你取过 赶紧的 我拿几份花 来 不好意思 罗王你说这事弄的 那这事解释清楚了 但是吧 还有一个事 我得 就郑重地跟你说一下 你坐 你来 你来 你坐那儿 坐那儿 不是 我把你这院里 得规着规着 先别规着了 过来咱俩说点正事 那个 就是咱俩 孩子那事吧 这事我千万不能说 不 这圈 老闻哥 彻底疯了 这么想来啊 这事前村人都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 我们家老刘你也看着了 这事要让他知道了的话 他得发飙啊 他心眼小 我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 这 怎么样 噓 噓 别说 这 村长来了 村长来了 老王跟你说了吧 说了 说了 来不及了 现在 来 本来不是定那人名品吗 好 现在就从县里边 往这儿赶了 什么 现在就赶了 还有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对 咋整呢 咋整 这院太乱了 你现在这么得 你赶紧去后院 把水烧上 就行 然后我跟老王 我俩现在赶紧摘菜 摘完菜给你送我去 然后赶紧做 你俩手行吗 好 行 我俩行 我俩行 先先动手 快快 快 老王 坐坐坐坐 别弄的这乱糟糕的 别弄我乱了 快 你俩赶紧摘菜吧 把手刀摘上 赶紧的 摘菜 来 乃文哥现在满脑 都是孩子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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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电话 等会儿啊 哎呀妈 这一天天的就 事就没完没了的 讲话的 这 这 这 哎呀妈 全工作上事 那第三仙咋还能不会做呢呀 你那企业的仙得过油 你对不对 然后你把那个蒜末什么 烂七八糟都弄明白的 哎呦 我姐 那家花 看 看 看 来了 干啥玩意儿 这是我家呀 这咋还过上了呢 这呀 我说刚才不让我洗菜呢 我说 我 你咋 哎 有没有 这咋还过上了 你这样 来 让你过我 让你过我 我跟你说 我说 你们刚才过了 这套那家我走 这家伙都过来了 干啥呢 你不是 你是不是有健康杆啊 你干啥呢 我做饭呢 你走 妈呀 做了饭了 我做饭 我为谁做饭呢 你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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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你回来 你 你等着 这傻吗 这不是 土豆不能切太大 要不然你炖着它 就 我天哪 完了 这 就摆这儿吧 摆这儿 摆这儿 摆这儿还行 老王啊 哎 你这是动我它呢 咋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这个村长位置顶下下呀 你这你这干嘛给我上眼药呢你这 我 我给你上啥眼药啊 不是 那这记者这 这采访的这摄影师马上就来了 你说咱这摘菜呢 你这干嘛呢 我一出来 不是 打劫了 那谁是在摘菜呀 记得要来啊 那像你要来是不 你看看记者要来 报开 等会儿 曝光 村长 曝啥光 这种行为 把他 秀平曝光 上一次我们村出现这事 倒光年间 挑出什么呢在这儿 曝光 曝光 好聊 曝光 走 走 你你你你回不出去 你回不出去啊 那个 老王啊 事到如今 你就把咱俩孩子的事跟他们说了吧 这没看出来呀 老王啊 你有两把刷子呀 你啊 老刘没事 怎么回事到底 我心憋屈 你这别喊了 憋屈啥 你说你在外打工这么长时间你 那个 是这样啊 我们俩呢 是什么 有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呢 几岁了 说 几岁了 我说啥呀 这种事都一般都男的往前面站着说吧 三岁半 男孩 妈妈 妈妈 你咋来了呢 爸爸 叔叔 你这孩子三岁半拿着孩子吗 你弟弟呢 你咋来了呢 没有弟弟就我呀 什么啊 弟弟 你咋来了 外面那俩人带我来的 你好 请问一下哪位是王胜利 我是 哪位是虎修平呢 我 我是 就是这家人了 快进来 快快快 咱们向后推一推 现场直播啊 向后推一推 来来来 向后推一推啊 房子啥玩着别闹 来来来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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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启啊 电牌地啊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正在看到的是由 现场实习记者 贺菌在新水存为您发来的现场报道 大家请看 这个孩子 是咱们县孤儿院 非常优秀的一位学生 去年以游艺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 但是呢 因为高昂的学费 这个孩子产生了辗学的打算 但是这个时候 金水存两位存干部 王胜利 虎修平主动出资 死住了这名孩子 现在 亲人见面了 这是多么 让人值得学习的一对模范夫妻 就像这样的模范夫妻 不是夫妻 不是夫妻 对不起 我那个不是夫妻 不是夫妻 他有老公 命吗 不用 你过来 你过来 直播 刚刚说过了 不是夫妻 胜似夫妻 这俩人对着喊 比亲爹亲妈还要好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这就是爱的奉献 这就是新的呼唤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 行吗 寻找吧 来 非常替你高兴 咱们图出了这么好的存干部 来 咱们喝个影留个念 好不好 好 记录一下这个温馨的画面 好不好 站小时候旁边的 站过来 你这是这人是谁呀 你点小的你 我是我 这 站在你老婆边 站一口子 站小 好 我站这边 我离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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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好的 来 准备啊 嗯 三 二 一 走 好棒 好棒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笑她 在一个你毫不知情的一个情景下 可能让你笑你的笑 你很紧张 这手的枪 你要随时要 这圈 要观察 所以你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 而恰恰 当你高度紧张的时候 她啪 给你反转一下 让你措手不及 尝 就是这么笑出来 嗯 哇 你看 你作为一个老伴 你不帮我解释一下 你还装瞎 你 有了感情了 我们俩 好了 好了 咱们这个村啊 是叫是非村 是非 是非村 我这费着劲的 给她解释 解释完以后 她特别认真地说 咱俩还是事 我就 然后我刚说 三岁半的孩子 爸爸 爸爸 来了这么高度的 弟弟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紧张吗 其实我觉得 好玩是好玩 但是确实 每一趴都 嫌尽得特别紧 你希望我们就是慢一点 是吗 还是需要再快一点 我觉得就正常吧 来 好 好 好 开始吧 开始了 对 张大巴 最前大巴的时候 他们一定非常的不友好 好 是吧 好 对 等待我顺便 来 一边加油 我先看有没有机关 没有机关 只有一些三圈儿童水饺吃的 其实我早就等不及了 但是我还是要叮嘱你一下 黄敏昊 你准备的时间有限 请在到达目的地前 完成 装发及剧本研读 等所有准备工作 人物介绍 年轻 机敏 内心高傲的篮球天才 我篮球 这个是我们特地为您准备的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查资料发现 您特别喜欢打篮球 所以给您设计了一个 跟篮球一点关系没有的角色 剧情耿盖 嘉宾是开心梦之队的主力队员 由于家里有事 没能参加近几次决赛前的训练 一直很受队友们喜爱 好了 时间到了 在决赛当天得到消息 黄敏昊 时间到了 没有 你们骗我的 你们骗人 我不听 二号 你怎么 黄敏昊 先去换衣服吧 好 我正在换 正在换 正眼说家话 已经开始了 你知道我们能看见你吗 知道啊 我说到达目的地了是真的 你现在真的得去换衣服了 好 准备 准备 我说阿浩 你俩才来呢 你看这都几点了 今天是决赛 这么重要的事都能迟到 不好意思 你俩不是也刚到吗 你俩不是也刚到吗 不是 你还静 那能一样吗 你是主力 不一样 我们就是个配角 我哪算主力啊 我最多就算一个第二主力 那大主力 不是有天大利呢吗 哦 有机会你可得网上冲啊 整理拿个MVP 对 看看 MVP 我一定会努力 你们也一样 但是 态度还是要端正一下 端正 端正 就你端正 端正他都决赛了 这几天都不来训练 你俩又不是不知道 我妈这两天生病 昨天我二哥又结婚 训练我也不想耽误 理解 理解 这样吧 咱们赶紧进去吧 一会儿教练发现咱们 又得骂咱们了 进去啊 别光给自己开拓 互相帮着打圆场 听见了吗 一定 走 走 走 他们三个一看观音就不错 一进门 未知剧情开始 一百九 你来了 你也在 干嘛呢 你们几个 怎么才来 怎么才来 都迟到了 什么态度 不好意思 教练 几个 你们知不知道 这场比赛非常重要 这场比赛有一个 MVP的名额 假如谁拿到了这个MVP的名额 可以直接保送一流高效的 你们明白吗 谁是这个名额 就是主教练的我来定 你们是不是一点好印象 也不想留给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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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教练 我 我 我帮他俩 他妈生病 我帮他照顾他妈 然后他二哥办婚礼 我帮他一起办婚礼 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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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两天我一直帮他俩忙 听见了吗 何欢 郭达 人家这才叫理由 这才有信服力 是不是真以为我信你了 你当我傻呀 你把他俩的理由给二合一 你是什么 太好了 郭教练 是不是最近有一个挺流行的词 叫什么 资源整合 对 你给我两个资源整合 欧二欧 你们真的是让我失望 来 每一个人二百个蹲起 坐 郭教练 说 如果我举报的话能不能不做 说 昨天晚上阿浩上网吧包行 你不用做了 阿浩做四百个 你不用做了 教练 举报还能不做 那我 我也举报啊 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上网网吧 跟人出去喝酒了 刚才关系还很好 那现在已经开始跟朋友了 好 你也不用做了 阿浩给我做六百个 坐 教练 他俩说什么你也信 我们是个损友 那你昨晚干什么了 昨晚训练啊 一直忙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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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练各种动作 今天都知道今天要上场 我给你展示一下 我昨天训练的成果 来 来 让我看看 他就秀他的球技了 这样 厉害 太可以了 太可以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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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教练 三个月前 你就已经是这个水平了 你没看出来 你练出来什么新东西啊 是 行了 来 所有人啊 抓紧时间 还有二十分之后 咱们就上场比赛了 赶紧换衣服 嗯 咱们准备热身运动 快 来 赛前热身 快 快快快快 来 紧张起来啊 走 我挂去 你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 阿浩 阿浩 不是 你怎么穿的 咱们对手的衣服啊 是啊 这 不是 今天跟我讲的红 红配绿吗 红配绿 昨天发给我就是这件 其实Monkey 你看我的名字 红 对不对 今天是我们 Happy队和Monkey队的决战 你说你穿的对方的衣服 赶紧把衣服换回来那样 是是是 赶紧换快 衣服呢 衣服呢 他衣服呢 快这不慢 来给他拿 拿下快 衣服都没带呀 真行 真行 我 我就这么换 换那 那还怎么换 那还 来 好 来 你给我来前面 你好好听我 说你两句啊 你最近的态度 的确是有点非常不端正 知道吗 学学人家田大利 一有寇就训练 人家不光身体素质好 人家不光身体素质好 一有闲下来的时候 不是踢腿就是压腿 一有闲下来的时候 抓住其重 赶紧去跟人家交流一下 为什么人家最近这么认真 去 是 来 利哥 利哥 先不好意思 先打扰一下 就是教练让我给你请教一下 最近是怎么练的 啥意思 教练 那是田大力吗 那不张泰伟吗 咋了你今天 怎么着你这几天不训练 你连队友是谁你都认不清了是吗 补教练 田大力呢 田大力 我没看见呢今天 那没有主力中锋 这比赛咋打呀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我得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 叫我儿子过来顶一下这个位置 不不 补教练 我觉得是这样 主力不在的时候 我们首先考虑顶替他的 应该是我们的二主力后面号 教练 我觉得说得对 我觉得阿浩 身体 技术 都能顶大力 教练 其实 一直作为第二主力 我一直都没有说什么 一直靠自己的努力 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很会接剧情啊 好 既然你呼声这么高 来 那我就先考验考验你 好 拿个球 加油 加油 我问你啊 你在运球的时候 假动作怎么做 来 让我看一下 还是不够假 再一遍 再一遍 来 教练给你做个示范 快 球 看好了啊 站我面前 来 看 射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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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这确实厉害 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假动作传球 自己都笑了 你看 太复夸了 成功地传到了队友泰维的手里面 来一遍 我看啊 就 我来传球是吧 对 来 我还你来 假 又给我假 拿球啊 拿球啊 你刚才这个就不是特别成功 没有传到队友泰维的手里面 来 再问你一下 跟对手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比如说我现在是对手 我撞了点 怎么办 我 撞回去 什么 这是一种回应 一种我态度的回应 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来 近点 撞 教练 医生 大夫 创作了 起来 假摔对吧 我猜对了吗 坐是坐对了 但是幅度太小 教练 我刚刚都说了 裁判根本看不见 都那样了还看不见 根本看不见 穿我一下来 来 太大了 都会了今天 哎呦 我还谈不起来 啥也不是 确实服 确实服这个 是 谢谢 这样的话 不光裁判能看见 全场的观众朋友们都能看见 明白了吗 田大利还没来 怎么办 田大利还没来 是吗 你先给他打一个 别忘了 别忘了 田大利 怎么了 怎么了 田大利 我找一下 不行 我现在我得马 我得马上跟我儿子打电话 必须得让他过来电话一下 要 田大利 大利 怎么了 位子里有人 大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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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给手挡上呢 怎么回事 谁 谁绑着你 谁 大利 今天啊 我跟补教练全在这儿 所有队友们全在这儿 你实话实说 到底是谁干的这个事 我们替你做主 谁绑着你 是侯明昊 侯明昊啊 危机 危机 他居然说是侯明昊绑了 他 你为了上这个主力的位置 你居然能把队友给绑起来 藏柜里边 教练 这是你干的事吗 我是被陷害的 那你的意思 是田大利撒谎是吗 我觉得我们这个队 实在是容不下你了 昊 你收拾东西 回去吧 主席 马上就比赛了 少一个人就少了一份力量 这样 比赛之后 咱们再来追查好不好 教练 好 你啊 重一次机会 先把这个比赛给我打完 打完了之后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谢谢教练 谢谢教练 大利 你没事吧 没事 没 没什么大碍应该 没什么大碍 腿受伤了 怎么还能没有什么大碍呢 还 还得是把我儿子叫过来 这是一个不公正的教练 因为这个教练 我叫他一只想让自己的儿子上场 大ㄌ子 出来吧 爸 没有大儿子 我太可以信了 打손球了 过来 我们会罵eze 来 修量 你要heads 教练 学学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不能再胡闹了 什么用 他这个样子 怎么帮我们赢得比赛 教练 这是决赛 我们要帮我们的队员们 获得MVP和保送的机会 谁是MVP 那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是不是大人了 谢谢爸爸 是是是 教练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只能找老板聊一聊了 我觉得这个 你闭嘴 我是这个队伍的主教练 我是老板花重金把我聘请来 教他们打球的 你别说老板现在不在这 就是老板在这 他也得求我 带领你们这帮人打比赛 听明白了吗 说得好 当然 求这个字用的可能不是太恰到 因为毕竟老板 才是整个一个队伍的核心 现在补救没有用了 老板什么时候来的 你好 许晓练 给我出来一下 有点事找你 来 换篮子吧 来来来 下点练 教练想让他儿子拿MVP 保送大雪 龌龊 但是阿浩 你和他一样龌龊 你知道吗 我怎么了 你为了想拿MVP 你还给大力给绑了 龌龊 大力 大力 你说句公道话 是不是我绑的你 什么叫说句公道话呀 大力能撒谎啊 这儿没有这件事的话 咱现在已经上去好好比赛了 阿浩 我们一直拿你当好兄弟 你太过分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不明白呀 MVP怎么了 不就一个MVP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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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力 糟了 我说实话吧 今天早上 许教练找我谈话 要我把我的位置 让给他儿子打 我没同意 所以就把我关了起来 还要我栽赃给阿浩 阿浩 阿浩 对不起 什么 教练 教练在当于我 老板 来 我说个事 许教练 滥用职权 想把唯一一个 保重商大学的名额 分配给他的儿子 这太不像话了 我们三权食品 之所以赞助你们 开心梦之队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发扬真正的 纯粹的体育精神 下面我说个事 许教练 正式下课 主教练的位置 由补育来担当 放心吧 老板 我一定带好大家 好好比赛 我们要做一个 新生代的演员 演得特别好 情绪也特别到位 台词也非常棒 明明可以特颜值 连续演技 开心梦之队 套路太深了 太深了 怎么了 不大什么欺负人的 一层接一层 就全是坑 没想到大家就是这么没有义气 小龙草 第一趴完事 第二趴 教练 他昨天去网吧 教练 他昨天喝酒 那你给他们顿上 就他们不去网吧 他怎么知道你去网吧 别教坏孩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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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给我讲 他都不知道 别教坏孩子 你让明昊好好地善良下去 明昊已经善良下去好吗 那刚刚我们明昊得到的开心值是180分 而乃伦老师你标系环节的开心值是92分 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总分是182分 你输在了你的善良和单纯上 比较分低的那一位 他将拿到的是极性剧本 而分数高的乃伦老师 你拿到的是全剧情剧本 你这样 恭喜乃伦老师 二位唱八八吧 拜拜 加油 加油 Let's go 这是一个关于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一个事情 让我演一个上海滩商会的会场 阿文养我手下 哎呦 我发现这后面的剧情反转的挺厉害 我现在有点气 这孩子担心 孩子太单纯了 目前初步看来我的角色是一个卧底 我的唯一的一个围绕的中心 就是我要帮父亲找到罪证 然后还父亲的清白 当然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 呃 乃伦老师他知道完整的剧本 希望自己可以 给了他一些剧本以外的东西 让他失去自己的局面 然后 整体让我这个卧底来掌控 准备 准备 开始 哈 会长 又晕过去了 什么玩意儿 又晕过去了 又晕过去了 赶紧弄醒来呀 让他把钱还给我呀 我回来了 会长 阿文回来了 来 我的真名是 侯明昊 但这儿却没人知道我的真名 而我拥抱的这个人 就是当初陷害我父亲坐牢的人 被调查当初陷害我父亲的人 我潜入到商会 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一定要找到他的罪证 还我父亲清白 来 阿文 坐 几天不见又长个儿了 怎么样 说说 这两天 东京的店 经过我们打理之后 收益相当可观 现在就剩下会长您的接管了 你都跟了我八年了 对吧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所以我决定 把东街的管理权 交给你 多谢会长信任 这位是 这个死胖子呀 欠了我很多钱 阿文 你负责把他给我叫醒 让他把钱还给我 会长 交给我来处理吧 行 我还有事 出去一趟 对了 对了 你 从今天开始 跟着阿文 阿文有什么要求 尽量满足他 知道了 阿文 交给您了 好 您慢走 阿文 阿文 是吧 是我 听说你办事很有手段 交给你的 好 赶快弄醒 让他还钱 好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好 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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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千千不回 说你呢 行过来 醒了 你知道会长是谁吗 我不管会长是谁 我就是没钱 听说 你有个孩子是吧 我发现你这个人 看什么 明昊 真是明昊 明昊 叔 是我 你是 我是你爸最好的朋友 太为叔 没说 谁帮叔解开 快 我先吃口东西 我觉得实在是太饿了 这个叔叔心里太大了 连睡觉在吃东西的 阿文 听我说 你身上带什么东西吗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我所有东西都被他们给收走了 你这样 我等会看 外边只要没人 我就偷摸跑出去 然后我回来还钱 还完钱以后 咱们俩里赢外合再帮你爸报仇 好不好 就这么定了 等一下 喂 阿文 还没还钱呢 到哪都能死是吧 怎么回事啊 多长时间了 钱还没要找 这山上都没血印啊 没打开啊 记住 钱要不回来 咱们俩都得完蛋 知不知道 咱们俩都得完蛋 知不知道 好 好 好 阿福 我们要说一下这是唐做的道具 这是唐做的 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就是 他们一直怀疑我 我没办法了 孩子 你得帮我 我 告诉我你知道所有线索 现在告诉我 不行我得跑了 不行 你不可能只知道这些 告诉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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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队长 哈下 哎呀 哎 看看 啊 哎 哎 老白啊 怎么回事 这人怎么还不还钱呀 啊 他 哎 他俩打起来了 我移植之下 就把这个欠钱的人也给打晕了 你看多聪明 他俩打你来了 我怎么不相信是他打的呢 我怎么有一种直觉 这个人是你打的 好 会长 记得你刚刚出门前说什么吗 让他照着我 可我在您心中是什么地位 我喜欢你 我信任你 我知道您喜欢我 是因为我有野心 所以刚刚那句话 让我认为他的地位 有可能会超过于我 所以我把他给打了 对他如流啊 打得好 会长 我早就发现 这小子他是个叛徒 然后正好帮你解决了他 干得好啊 我告诉你 阿文 其实这个人 我们早就得到消息 他就是个叛徒 正好让你把他打晕了 我没看错 好样的 你们俩把那个叛徒 给我轰出去 大文啊 在 来 我跟你说呀 在当今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像这种叛徒 为了商业机密 不择手段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商会 从来不干那些 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老板 这些事情十几战来 一直教会我们的 嗯 我会一直在心 卫生 怎么样 办完了 下面呢 我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要谈 嗯 你知道吧 我知道 你们几个要机灵点 好 不要给我出岔子 赶紧 李老板 好久不见了 黄老板 来来来 黄老板 不过 都是自己人啊 随便做 千万不要拘谨 今天黄老板来 咱们是不是应该 庆祝一下 必须要庆祝 喝点酒吧 来 好 来 我来 你们知道吗 嗯 黄老板 他以前啊 是开KTV的 所以呢 他喝酒 不能干了 要就着哥喝 是吗 哎 你怎么知道的 来 你 给方老板唱首歌 那我就先瞅了 我跟您来一曲 哎 李老板 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不想听歌 哈哈 不想听 我说的话 您也不听吗 嗯 听 我唱 倫 我站在城镂 眺רה 冠山景 而提 D RD 哈哈哈哈哈哈 如何翻试表演方法啊 哎 和我那样的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今天不想听歌 阿文唱 我说过 我今天不想听歌 哎 这个酒瓶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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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法国的酒瓶很硬啊 哈哈哈哈 爱你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易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易 RT RT 我越来越爱你 爱你 每个眼神 这个老板给我亲民 哎 因为你让我看见不爱我 才了解自己 未来这世日子 要好好珍惜 所以我 好好好 好好好 好了 哎呀 你看啊 李老板的手下个个是人才 是 哎 一听阿文唱歌 我的心情又好起来了 一看一看 哎呀我天哪 黄老板 咱们说点正事吧 好啊 啊 东西 让我们过目一下 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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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好东西 阿文啊 把我们的皮箱 交给黄老板 是 我就跟你说过 我们的皮箱 我的货肯定不会有货 皮箱啊 不交给你了吗 皮箱呢 老板 嗯 我们的皮箱 被刚刚那位叛徒 带走了 皮箱这么大的皮箱 居然让叛徒带走了我 我们没有看见 啊 您别急 您别急 李老板 咋搞鬼事啊 我带着货可是过来 诚心诚意跟你交易的啊 对不起 黄老板 出了一点小差错 赶紧告诉我皮箱 到底在哪儿 别找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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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醒啊 皮箱在我这儿 扭扣都让你给我弄掉 李老板 黄老板 是我请来跟你们做交易的 明浩 我也是你父亲的好朋友 早就听说 你父亲当年遭人陷害 他以为才设了这么个局 叫我过来 对 还有你的这些个得力助手 我早就买通了 你这些个人也 hidden 都还没人啊 我已经带着交易的好朋友 这些个人是你 我自己带着交易的宝贝 是你了 我现在 该叫你练习 你父亲跟一个朋友做生意 找我借的钱 结果呢 你父亲的那个朋友 把钱直接卷跑 临走之前 他还做了假账 把所有的账 都赖在了你父亲的头上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追查这个人 没想到 有人自动落网了 因为我父亲 是不是你 对 美浩 陷害你父亲的人是我 可是这个事真的不怪我 要怪就怪你父亲 太单纯 太傻 但是我没想到 他的儿子 跟他爸一样傻 你就是 是我干的 怎么样 现在这全都是我的人 你们能把 你们能把 你们干什么 别费力气了 我告诉你 其实今天这个局 是我舍得 我就是为了 要引出你这条老狐狸 让明浩 彻底看清你的真面目 你以为这些人 都是你的人啊 你以为这些人 都像你一样容易背叛呀 我让你也尝尝背叛的资本 把他拉到寻谱房 把他所有的罪证全都交出来 带下去 尸尔会章 好 帮帮师傅 走吧 一出名国大戏 太棒了 太棒了 好棒 来到咱们开心俱乐部 你以为我进行这种技性的表演 感受如何 我只是开心 很刺激 非常刺激 今天对我真的是一个挑战 然后也是一次学习 而且你完成的非常 非常 在我们开心俱乐部里 有很多未知的挑战 而在生活中 大家同样也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面对未知的一切 你该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呢 其实怎么选择都不重要 只要选开心就对了 那么怎么才能开心呢 那就得看开心俱乐部 再次感谢乃文老师也感谢侯明浩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开心俱乐部欢笑停不住 感谢大家收看了由三选儿童水长独家冠冰播出的开心俱乐部 让我们下周六的晚上见识在这家卫视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拜拜 来 让我们欢迎 杨吉 阿姑 吴越 吉他 烈烈 刘光来到我们开心俱乐部 今天是要和我们贾林坛上有一个 事不两意这个过程 为什么 我们面和心不合就好了 说出来干什么 你怎么又藏刺了 这电线 欢迎登陆藏剧视频 爱奇艺优酷视频 做了十几年的喜剧演员 蓝天下 生活蓝TV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登陆微博 关注开心俱乐部 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 欢迎登陆 腾讯娱乐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搜狐娱乐 凤凰娱乐 人民网 新华王 光明网 了解节目相关资讯 下载网易 腾讯 凤凰 搜狐 新浪新闻客户端 Zakar 一点资讯 堆堂等平台 获取更多节目信息 做了十几年的喜剧演员 尝试过很多种形式 这一次是最大胆的 一声action 留给你们只有演技的比拼 这是一场即兴的喜剧挑战 朱江卫视 每周六晚八点半 放校来袭